嗨,大家好,今天我要做的是又一个老北京美食,叫护塌子,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多的早餐了,我估计发明这种做法的人要么是懒人,要么就是心疼不吃菜的孩子的家长,这个护字是个多音字,比如可以念一声呼,比如说脸上呼了一层很厚的纹底,也念糊,比如说糊涂,养家糊口。 糊呢,是面糊,辣椒糊,也有敷衍糊弄的意思,不过我今天可不是糊弄,是非常认真的来做这道菜,用两个小西葫芦,我称了一下,是560克,先擦成薄薄的细丝,这比切的效果要好。 加一茶匙盐拌匀,放10分钟,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出水,10分钟以后是这样,打入4个鸡蛋, 再放入4分之1杯鸡汤,拌匀,加入一杯普通面粉,150克,充分搅拌均匀以后静置5分钟,这是为了让面糊更滋润。 最后再加入点葱花,护塌子的做法很多,里面搭配什么菜也非常随意,只有浓稠是关键,关系到成型的好坏,像这样能够缓缓流动即可。 开中火,倒入少许油,锅热以后倒入一勺面糊,先转一下锅,让它自然的流动,如果中间太厚,不易流动,就可以用铲子来帮忙,尽量整理的薄厚均匀,一面摊一分到一分半钟即可。 看到表面完全凝固,就可以翻面,如果火大烙得焦黄,就老了爆吃,宁可多翻动两次,也不要一次把一边都烙干。 烙成这样就可以了。 这个护塌子可是多功能,能满足懒人、老人、赶时间的人的要求,特别适合不爱吃菜的孩子。 如果您喜欢,请点赞订阅,谢谢您的支持,上市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